美股急跌后反弹 今次升浪和上半年升浪有何不同? 现在有何需要留意?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早餐 今天8月21日星期三 我是Clayman 早晨 Clayman 早晨 我们上次谈过日本和亚洲股市 似乎近期都回稳反弹了不少 我知道另一个曾经跌过 但反弹了多少呢? 当然就是美股 不如我们今天谈谈美股好吗? 没错 美股由高位调整的过程 比日元上升和套息交易加快平仓的情况 是更早开始的 7月份再创历市高位之后 美股已经开始回落了 加上日元上升一度 都引发股市出现一个恐慌性急挫 令美股由高位调整纳指 更加曾经进入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区 也就是说在较近期高位跌了超过一成 不过很快在最近一个星期 已经出现了强力的反弹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7月开始的时候 市场看到通胀增长在美国方面缓和 于是对美国减息的预期日渐加大了 加上今年今季的业绩公布期里面 看到个别科技出名的巨企 公布的业绩和指引令市场有点失望 所以也看到资金由季初开始 慢慢从大型科技股里面开始流出 后来8月公布的 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 市场觉得怕美国经济衰退又有很风险 美股跌幅加剧了 纳指更加跌入调整区 但只是短短两个星期 美国的CPI的数据出来 按年升2.9% 连续四个月是回落的 核心的CPI更加放门到3.2% 反映上游通胀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也放门了 加上后来7月份零售销售 按月升1% 前个月是0.2% 大幅力比市场预期的0.3% 也近两年最大升幅了 所以8月的 默契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亦升到67.8% 五个月来首次向上 这么多好的数据出现 令美股这两个星期延续反弹 技术上走势大幅转好 两大指数在跌到6月头 在升浪水平之前 已经开始反弹 截至今星期19日 纳指和标指 已经连升了8个交易日 而且已经重返50天平均线流上 而纳指都陷入调整区的交易日数 是更加维持了11天 不过看到标指 已经接近7月份 创的5,669点高位 纳指到现在仍然有超过4%的距离 今次的反弹似乎和上半年的升浪 其实也有不同的地方 接下来有什么因素 值得投资者需要留意呢? 没错 Colin 七月头开始 我们见资金从科技股据企流出 事实上纳指表现相对已经较弱了 七月中开始连续几个星期 竟是跑输其他道指的标指两大指数 如果单单分析标准普2500指数里面的成份股呢? 季初开始已经看到美国价值型股指数 近期亦普遍跑赢增长型股指数 反映投资者的取向 倾向将投资组合变得更多元化 同时由于总统选举、最新发展、地缘政治等不同因素 反映市场波幅的美股恐慌指数Wix 早前亦曾触及新冠疫情时的水平 所以美股明显波幅已经上升了 以及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了 投资部署上不可忽略这方面 不错 不过有一点投资市场也有信心 就是美国将将会开展减息周期 市场只观望未来的资组合数据 预计联储局将会减息的力度 相信未债息中长线比较大机会 跟随政策利率下调而继续呈下行的趋势 而投资者比较适宜趁现在 投资级别债券收入率仍处于近年高位的前提下 提前锁定高息 而且可以捕捉下跌 带来潜在资本增值机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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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